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JN support,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想后讨论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英格安足球超级年赛 营超第31轮4月15日的7场赛事分析 首先第一场是阿斯顿维拉主场对阵纽卡索连 两队进五场交锋是各取两胜两败一合 本季在上一次的交手 纽卡索连是4比0在主场大胜阿斯顿维拉 进攻端的火力仍旧凶猛 该场威尔逊没开二度 同样表现出色的阿尔米洞 本场却是伤挺 而阿斯顿维拉这边近期场表现都不错 近况四连胜爬到了第六名的位置 但是首发的前锋贝利以及替补的迪库尼奥 加上中场的卡玛拉都伤挺了 后卫的卡神也伤挺 对阿斯顿维拉的调度伤害蛮大的 尤其本来就不太能跟这个纽卡索连比例的中场 以及前锋的位置 同时伤了三个球员 而纽卡索连强大的后防线 对阿斯顿维拉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本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是终结连胜的一场 这场会推荐克胜的纽卡索连以及大小分2.5小 比数是0比1以及0比2 那上半场的合局 接着是南安普顿主场对阵水晶宫 上一场水晶宫做客李之联 以这个5比1的夸张进球数大炒了李之联的主场 直接把玫瑰巨团踢成这个凋谢的花朵 1.7都不敢出 但真正检视这一场 是水晶宫的进攻端很强吗 其实并不是 是李之联的防守 的确是太烂了 后防根本不是纸糊 这根本是空气 下半场多次对位都没有人守 这这样的水晶宫不赢才难 本次做客南安普顿 南安普顿在历史交手数据上 与水晶宫不相上下 同样这个进5场更拿2胜2败1合 主场跟客场各取1胜 但南安普顿的防守 虽然也没有说到好到哪里去 但水晶宫这场不能跟上一场 这个战绩相提必论 尤其他们常常有一场没一场的 而南安普顿现在仍旧落在这个板位 他们来说呢 必须要赶快去取分 这场如果演书球 今年大概就确定降级了 所以比较看好南安普顿在主场取胜 这边会推荐主胜 2.5小1比0以及2比0的比数 然后上半场的0比0 接着是艾佛顿对阵富勒姆 富勒姆这边呢 米生仍旧这个红牌亭赛 目前少了他跟威廉的富勒姆 完全没有了底细 进5场呢 包含这个主总被全败 本季在他们全都在的情况下 富勒姆主场跟艾佛顿是0比0 踢到合局 那一场富勒姆射门次数超过25次 仍旧一球未进 体现出艾佛顿的防守功力 在下游球队来说不算太差 艾佛顿近期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 虽然上一轮是输给了这个曼联 但是主场对战热刺 以及做客切尔西都能够踢合 3月11日在主场战胜这个布伦特福德 主场优势有发挥出来 能够跟上游球队都站到合局 这场比较看好主场的艾佛顿 所以是推荐主胜 大小分是2.5小比数1比0 然后上半场的艾佛顿 接着是热刺主场对战伯恩茅斯 这次近期的中场仍旧桑田的关系 能够轮换的球员并不多 而上一轮虽然战胜了布莱顿 但防守端真的是有待加强 多次布莱顿的进攻都非常具有威胁性 甚至一度濒临城下 但两次都被VR判定手球在线给救了回来 这次的后防问题必须要意识到 虽然对手为伯恩茅斯 但因操中下游球队仍旧不能小觑 尤其他们也击败过利物浦 但做客的成绩比较差是事实 这场依旧会看好热刺 但伯恩茅斯近期在进攻端的表现 以及热刺在防守端的漏洞 多次给予这个下游球队脚球的情况下 会看好伯恩茅斯至少会有一颗进球 那这边会推荐主胜 2.5大 比数是2比1以及3比1 上半场的热刺 也推荐这个双方进球 接着是狼队主场对阵布伦特福德 狼队虽然在上一轮让我们看到完全命中 1比0以下的切尔西 但不代表狼队就能稳定持续区分 他们能进攻模式单一 地面战士弱象 大多只能靠开大脚以及边路船中 最为进攻主轴 切尔西就是旅攻不进下 才被狼队找到一波进攻机会 不然其实切尔西的防守是做得不错的 而布伦特福德的防守虽然偶尔会掉链子 但对他们来说 船中的真顶是最强的 他们真顶成功次数是 英超全队最高的529次 这点是刚好克制了狼队的进攻主轴 虽然本季两队开季有1比1剔合过 但目前布伦特福德 连续两轮都输给上游球队 43分的积分要增前五的难度 虽然是蛮高的 但也不是不可能 而本季也不太可能降级 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目前要稳住中游的排名 才是主要的考量 拿孝尔球队的打法 以及克制狼队的进攻手段 来开刀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这一场会认为是克胜 然后2.5小 比数是0比1以及0比2 接着就是大家关注 很久的切尔西以及布莱顿的主场赛事 目前来看 刚输给这个黄马的切尔西 对上这个做客输给热刺的布莱顿 这大概是这一轮里面最难预测的一场比赛 两队这个进五场交手 是各取一胜一败以及三合 本季是布莱顿在主场4比1大杀的切尔西 当然切尔西现在的状态也没有好到哪去 在败给黄马之后 原本还保留一丝希望的老车 大概也要准备拿去报废 布莱顿进行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虽然在上一战输给热刺 但其实进攻段的威胁性非常大 这一场切尔西在主场仍旧有一定优势 他再输下去也不太现实 因此才说非常难预测 有点像是感情与理性的拉扯 但如果以主场优势来说 切尔西也不见得防得住 这个布莱顿的狂轰烂炸 所以这场我是理性大于感性 我觉得这场会是一场合局 然后推荐合局 大小分为2.5大 比数为2比2 上半场的布莱顿 接着是曼城主场对阵莱斯特城 曼城依旧在近期保持着非常高的状态 在欧冠上3比0大胜败人慕尼黑 莱斯特城则是持续败走 第一名的表现已经让他来到降级区第19名的位置 季中人还在中游的他 可能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下滑 各项赛事已经来到可怕的九连不胜 但此次做个曼城 认为中段连胜可能还要再等等 虽然曼城的这个福登呢 已经受伤了 但是这个德布莱顿在上一战的欧冠比赛中也受伤 不能确定能不能上场 即便休息一场其实也不太影响到到曼城的进攻段表现 毕竟他们人员轮替上人就比这个莱斯特城丰富 而眼看这个兵工场差距已经缩小到了6分 而且少赛一场的情况下 曼城这场人就会尽力争取积分获取连胜 那这边会推荐主胜2.5大 3比0以及4比1的比数 以及上半场的曼城 今天的赛事分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